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米露 我是沙培 那這一次呢 米露在山海已經闖蕩了一陣子了 該有的武器也都拿到了 那等級也來到兩千多等了 那我兒子現在已經來到 二海了 那我現在準備讓他 吃了大佛之後 我們要去 覺醒大佛 那米露剛好 剛剛也抽到了一顆大佛 我也抽到了一顆大佛果 很幸運的 在二海抽到了大佛果 那我也打算 等一下在最後的時候 再吃這個大佛 順便把我的大佛覺醒 這樣一舉兩得 好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去 覺醒大佛囉 好哥哥走 我們從這邊走 你先變回來 不然等一下進不去 那首先控制室的顏色就是 紅藍綠藍 然後密室都會打開 那不知道的朋友記得我的影片 上面都有講 記得去看喔 那這裡剛好有一顆 人家不要的水果 好我們上去 你不能進來嗎 那你要去按你的 好那朋友們要記得 因為你不同的話 兩個人 兩個人都不同的話 是沒有辦法按 紅 藍 綠 綠 藍 記得兩個人都要按喔 因為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人按了 另外一個人的密室沒有開 所以都要自己按 好這個密室都要自己按喔 好哥哥爬樓梯 我們上去 爬樓梯上去 好哥哥那裡有四個寶箱 你去拿 我要上去了 好我等你 好你去拿寶箱 有四個 順便賺錢 來哪一拿 好我要開囉 我們要挑戰覺醒大活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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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鋪打 你如果之前演藏把它看成香蕉 把娜娜 好所以現在我們要開 哥哥你要去站那個 裡面 在那個圈圈裡面 對 他又變綠色 好不要動喔 好我們開取 大活的 好我們要水果跟他換晶片了 好那我們要準備開始囉 好進入地圖 準備開始了 哥哥等一下你就在這個島就好了 後面的島爸爸去打 好三二一 要躲喔 要躲敵人喔 不要被打死了 好我們挑戰看看能不能過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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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挑戰第五座島 因為剛剛米露打不過 王的血太厚了 我們現在請來了 有大伙的網友來幫我們一起來 解醒大伙 看這次能不能帶著兒子等大了 這個大伙真的血太多了 這個特效太矿了 頭暈了 難怪會說是很難打的裂型鋪斗 這次是帶一個大伙看能不能打過 另外一個大伙他才七百等 所以應該功用補鋼 這魔王還有翅膀啊 還要六分鐘 到底能不能打贏魔王呢 另外一隻魔王呢 那我的大手死掉了啦 那迷路能不能把他打死 還有五分鐘 好可惡 好可惡 太響了 沒有能量 怎麼滾下去了 到他了 我回一下來了 他去哪裡了 OK 回來了 剩下兩分鐘 我們打贏了 終於 而且米露把他剩下的血 磨完了 終於幫我兒子登大廊了 我兒子過來了 我兒子終於大口的一集覺醒技 長大了 我兒子登大廊了 我們這一次覺醒大佛的遊戲體驗就到這邊 我是米露 我是莎培 我是莎培 我們這一次就到這邊了 拜拜 拜拜